还记得前两天郭德纲的儿子郭麒麟在接受我们采访时特别逗的那个场面吗 比如说调侃自己的颜值啦 说说自己的老爸 不让自己谈恋爱啦 他就不怕他老爸听到嘛 所以说你看这个巧的 就在2月3号我们节目组呢是碰到了郭德纲了 不知道对于儿子的这番言论这个老爸要怎么回应啊 20岁的郭麒麟瘦身成功之后 长得越发美清不秀 乍一看不光有点寒范 腥味也是越来越浓 难怪网友直呼减肥真的是一把锋利的杀猪刀 就连郭麒麟自个儿也有点飘飘然了 我觉得就还可以了 我们老郭也平见了 不过当我们把这话转述给他老爹 郭德纲眨了眨眼睛感觉有点小害羞呢 我还好我儿子他再怎么着 有人说小鲜肉小帅哥 你再怎么着也是我儿子呀 再怎么着也不能忘了本 要说郭德纲的家教一向很严 小时候儿子吃东西都要批准 长大后谈恋爱自然也得报备 头两年想找的时候不让我找 因为那会儿还小一点的时候 我就想当十七八早一点 总是不允许 后来就二十了 我说你怎么不着急得交女朋友了 也奶奶也催啊 希望快一点什么的 现在想让我找我就不找 顺其自然吧 新娱乐自现浙江家善独家采访报道